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单一颗的LED的模组 这是两家不同厂牌的模组 那一样这样的一个模组设计都会有GVS的部分 那我们上次有跟各位提过你要练习 这个统整所有的模组的用法 大部分通用的模组 他都是会有GVS G跟V呢 就是模组供电的部分 模组供电的部分 这个就是输入输出的部分讯号线的部分 signal 那有的厂商会标示out 有的厂商会标示in或者标示s 那不过他就是讯号输出的部分 输出到LED来做控制的部分 那至于这个G G就是接地 然后呢P或者是V 这个都是属于正电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位输出 如果使用LED怎么做连接 那首先跟之前差不多 一样的配置的方式 因为他是三只脚的标准的 这种接法 那所以我们把GVS GVS GVS 一样接 接地 然后五福特 还有讯号角 所以GVS 讯号角 GVS GND VCC 还有讯号角 三只脚把它接上去之后在Arduino这一边 一样 我们是在 GVS在Digital这一排 因为他是数位的输出 那数位的输出呢所以0到14这一排都可以接 那我们就选在第三脚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的部分 一样把那个S2A plus的积木把它打开 他是第 他是第三只脚所以我们在第三只脚这里 把它选用第三只脚 然后他要作为输出 所以这里要选成输出 所以我们会在第三只脚做输出的动作 先把启用的积木先设定好 然后一样呢 在使用的时候 就是数位输出 数位输出然后你可以选第三只脚 然后这边呢0就是关灯 1就是开灯 0就不送电 1就是送电 那所以我把这两个 结合在一起 那如果选定成1 那么他就会是开灯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给他一个律期 那么当我Action的时候 你的LED就会亮 那我如果要关灯呢 如果我要关灯 如果我要关灯我就在这里 把第三脚的输出改为0 再Action一下 他就熄灭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 表示说我们用这一只脚可以做 用这个数位输出就可以做简单的LED的控制 那当然 闪烁比较简单 闪烁就是一个开一个关 那一开一关之间呢 我们要做一个等待的时间 这样子才不会 程式 执行的很快 那如果你没有等待时间的话容易看不清楚看不到 或是觉得他显示不正常 那所以我们在开跟关之间全部都要有等待时间 等待时间是可以调的 那我们就让他一直做重复 这样子就可以看到一个 一秒开一秒关的 闪烁的LED 那当然时间都是可以调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调快一点 这个就会变成快速闪烁的部分 以上这个是 单一颗LED的数位输出的控制